為什麼牙痛差一點心梗 這個68歲的林先生 他高血壓 高血脂 他一動就喘 胸悶 他的左半腋下 一路痛到小指跟五明指 連左下巴他都在痛 對 我記得我這個病人 是從印度回來的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他牙齒在痛 可是我一看 因為我們那個 院長會問出診 他有三高的病史 而且的話我看到他 有一些症狀 他有這個 我們講說鼻樑 這個叫做鼻樑 有一個皺眉紋 那這個三根有一個橫紋 這個都好 這個都要注意 因為我們中間講 心是組繩子跟血脈的 所以的話 有些人的話心煩 每次都皺眉頭皺在那邊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耳垂 這個耳垂會皺紋 就是會長皺紋 真的很多的長輩 他的耳朵皺皺的 對 因為他那個血氣血 沒辦法到耳垂 所以他就會變這樣 這個差不多有80%的人 如果他有心臟的病的問題 都會有這樣 就是這個症狀 對 那還有一個這個 你看顏檢長這個黃柳 對 我記得我的同事 他退休以後 他們都去做濕糠 你知道很好吃 突然間這兩個 就長兩個出來了 結果我叫他趕快去檢查 三酸甘油脂飆高了 所以這個病人 我叫他趕快去做檢查 所以去檢查的話 他三條冠狀動脈 已經阻塞兩條 而且那個狹窄的地方 已經80% 結果他又回來告訴我 他說他非常的感謝我 救了他一條命 因為他後來 好像有去裝支架還是幹嘛 好 中醫師講說 我們的腋下有一個神穴 叫做極拳穴 可以自我檢測 有請白雲哥來 極拳穴怎麼找 極拳穴的話 就是在我們腋下 你腋下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中醫一個急救的藥穴 那這個急救的藥穴 極拳 像我們有些中風的人 他這個手都不能動 我們就在這邊會強刺 極視下極拳 所以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叫彈波 對 要彈波 彈波 對 而且會麻 他如果會麻到手指的話 就代表你的心經的經絡有通常 因為這個急拳到這個前臂的內側 他到小指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哨蔥穴 所以的話 就是說你平常你自己可以刺激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麻 要麻 麻的話代表你有通常 可是你不能用蠻力 不能用蠻力 對 麻是好的 對 如果是都沒麻 只是痛 那糟糕 那可能你心 心臟的經絡就沒有通了 這個都要注意 所以白雲哥他已經學起來了 彈波急拳穴 這邊 是在這邊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麻掉 我看到你我都麻掉了 好 這個穴道學起來很重要了 好 下一張電視牆更重要 這個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冰片酸痛跌 白雲哥 留步 我覺得這個冰片酸痛跌 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非常 今天來最主要 大家如果看電視 你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剛剛我們主任講的 那個主動脈玻璃 那個很可怕 我有一個病人告訴我說 他的痛 好像有一件鼻症 一腳這邊咬下去 他用這種形容詞 所以的話 我們酸痛跌步 是用加穿窮 那穿窮的話 就是心溫通散的 所以他會上行頭目 就是他會走到頭 那下行血海 我們的食物湯裡面有穿窮 那這個冰片呢 冰片本身有消炎的作用 我們知道很多 很多心臟病的樣裡面 有夾冰片 因為它可以促進 心臟的血液循環 所以你這上面的那個藥粉 做成藥粉 我們來貼 太棒了 已經現場做好了 對 先揉好了 對 我先揉好 就好像我們現在三九貼 我都會教我的病人 像我們冬天 我會教他用我們這個酸痛貼布 一個酸痛貼布 對 然後剛剛那些藥材 流成一個藥球 對 加上薑汁 對 因為薑汁本身也是可以學 那你就給它弄平 在這個貼布上 貼在雪外上 貼哪幾個雪 檀中雪 檀中雪又叫開心雪 就兩個乳頭的中間 仔細看檀中雪 就在這 兩個乳頭的中間 皮膚很白 對 就這樣子 沒事曬什麼太陽 而且真的瘦很 這個是檀中雪 那我們貼上去之後 要按壓 就不用管它了 因為這些藥 我剛剛講 它一定是一個心串的 它會讓你的整個血液循環 會好 所以你不用按壓 對 不用 你本來以為要按壓 文英想過來按壓 沒有 貼個四五個小時 對 那後面有一個心理穴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你轉過來 我轉過來 對 這個 來 這邊 我們 還是我 對 還是我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肩胛骨 肩骨在這地方 有些人會背痛 背痛的話 我這兩天這邊剛好痛 對 我們 你那個是右邊 我們現在要找左邊 因為心臟在這邊 好 這個肩胛骨的下角 是第七胸椎 第七胸椎往上兩個的話 就是神道穴 第五胸椎 所以這個肩胛骨 轉彎的地方 這邊 如果你有凸出來 或者你會痛 你就要順時鐘跟它揉 如果你沒辦法揉的話 就我們剛剛用那個貼布 你用貼布 然後加這個藥 幫它貼在這邊 因為它本身也可以促進 整個血液循環 幫助你心臟的循環